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神迹时刻 今天上帝要让我们经历到的是什么 就是神说你是无价至宝 阿们 上帝说祂今天愿意付上祂所有的代价来爱祢 因为祂是值得的 阿们 神跟你说祂绝对是值得的 阿们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幅限制性的绘画 那这次的领寿的经文是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这句话的经文在罗马书8章32节 好大家可以看这幅画 你看 宝宝在妈妈的怀里 宝宝是这么的被珍贵着 然后妈妈就是很爱很爱这个孩子 这就很像天父爸爸也是如此的爱你 天父爸爸的眼睛只有你 阿们 天父爸爸在乎你 你是珍贵的 祂愿意付上所有一切的代价来爱你 阿们 因为祢值得你是被爱的 阿们 所以今天要经历的神迹就是 你要知道你是无条件被爱的 你是值得的 你值得上帝用祂所有最珍贵的东西 祂愿意付上代价来爱你 阿们 阿们 好然后非常感谢 来自全球的弟兄姐妹 然后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然后无论你现在在哪里 无论你是不是现在在现场看直播 或者是你是之后看重播 你要知道上帝认识你 上帝知道你的需求 上帝垂听你的祷告 阿们 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你看到这个影片 你都要相信那个医治是有效的 神对你说的话语就是你的Kairos 阿们 祂就是你现在神正在对你说的话 你相信你就蒙福 然后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阿们 我们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谢谢你们透过各种的管道 然后给我们的回应 那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然后呢谢谢你 然后我们期待看到你的留言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这首歌就是起初的爱 再告诉你说 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是白白的已经爱了你 阿们 祂为你舍命 谢谢主 祂爱你 阿们 优优独播放 生才大独身爱之来到这世界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忌 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先爱我 还为我而死这就是真爱 你的生命何能尊贵无价 创世已先高映已经被杀 耶稣基督为你上了十架 祂舍生命为你成为暑假 因心诚意你可以喊阿爸 因他变伤你已得了医治 因他受罚你已得了平安 因爱完全永远没有惧怕 我爱你因你先爱我 这就是祭祝的爱 上帝爱我们的心 我知道 我相信 耶稣基督为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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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为我生命 Hallelujah 这就是爱 Hallelujah 爱已完整 Hallelujah 堂然无止 Hallelujah 爱从生来 这就是结束的爱 感谢天父 赐我耶稣 爱已完整 感谢你爱我 爱是永久忍耐 拥有你的慈爱 你保写着该我吗 是期待你是我的信赖 爱你我不自已 是假以精诚意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爱 永不窒息 放你吸入印记 但你必无错记 大三的挪移 小三的迁徙 爱永不离弃 人生才大独生爱 只来到这世界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记忆 不是我们先爱你 是你先爱我 还为我而行 这就是真爱 这就是真爱 永不离强 爱已完整 Hallelujah 堂然无止 Hallelujah 爱从生来 Hallelujah 这就是爱 Hallelujah 爱已完整 Hallelujah 堂然无止 Hallelujah 爱从生来 这就是七处的爱 这就是七处的爱 感谢天赋 赐我耶稣 爱已完整 感谢你爱我 神才大独生爱 神才大独生爱 只来到这世界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记忆 不是我们先爱你 是你先爱我 还为我而行 这就是真爱 这就是真爱 主 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是 爱我们到底的主 阿们 祢永远永远爱我们 阿们 在我们任何的景况里面 祢永远就是爱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来到祢的脚前 汲取那份爱 阿们 那份爱就是 不管我做得好不好 祢就是已经先爱我 阿们 祢先爱我 在我还没有做任何事之前 祢就是先爱我 祢就是看我那么宝贝 那么可爱 阿们 谢谢主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敬拜当中 都领受了 领受了祢的爱 领受了祢看我们的 充满喜悦的眼光 阿们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 祷告经的见证 那这个姐妹呢 她其实她一直以来 都会有生理痛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她非常的棒 她会一直宣告说 因着耶稣的边伤 我已经得意志了 然后她会宣告说 我是撒拉的女儿 我免受生残之苦 阿们 但是呢 有的时候还是会 有一些比较软弱的时候 尤其当这个疼痛 又来袭的时候 那这一次呢 她就在 刚好是在一个晚上的时候 她就想说 她要打开这个神机时刻来听 然后呢 神日突然提醒她说 你可以使用祷告经 所以呢 她就把祷告经拿出来 然后 然后就铺在自己的肚子上 然后按手在自己的肚子上 然后突然间 她感觉到那个热流 在她的肚子上面 好像那个暖暖包一样 然后就不痛了耶 哈利亚 感谢主 上帝真的是太好了 阿们 祂已经真的承担我们每一个痛苦 阿们 所以我们不用再承担 然后每当我们使用祷告经的时候 我们就是定经耶稣 然后我们就是看到那个圣迹的彰显 阿们 谢谢主 谢谢主 然后呢 有很多的好朋友们来询问说 怎么领取祷告经呢 那现在如果你有领取祷告经的需求的话呢 你可以看我们说明栏里面 会有北中南可以去领取祷告经的地点 然后呢 我们领取祷告经有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 你订阅我们恩宠教会的十个频道 然后或者是呢 你在我们神机时刻直播的时段 你累积五次来为有需要的人 在线上做祷告的话 每一个账号呢 都可以领取一条祷告经 对 然后就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索取祷告经 然后使用祷告经 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那一切的工作 我们不再受疾病 我们不再受痛苦 谢谢主 然后呢 我也在这边也要鼓励大家 就是 可以 就是对我们神机时刻这个频道 就是按赞订阅加分享 就是让神机时刻可以不断不断的 陪伴你 在你有需要的时刻 然后他就会自动的推波到你面前 然后告诉你神的话是什么 当你被这个世界的各种声音袭击 你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 神的话语会不断的鼓励你跟支持你 所以鼓励你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然后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分享 见证是我过去以为神不爱我 但其实这些都是谎言 那现在我知道神很爱我 我之前是开服饰店 那因为生意不理想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而收掉 那就在收掉的同一年年底 我的女朋友因为出国跟我分手 那这之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六年的时间 我觉得很沮丧很软弱 那虽然这段时间也经历神在工作上的开路 但感情上面是一直没有被满足 那偏偏我又是一个比较需要感情的人 那在工作也开始不如意后 就更容易想偏 那那时候虽然已经开始听恩典的信息 可是虽然理智上知道神爱我 但感觉上其实是怀疑神的爱的 那时候觉得很混乱 容易被定罪 很多时候以为自己不好 以为自己有问题 以为要靠自己来改变自己 以为自己在被神雕琢 所以感觉不舒服 然后以为自己需要内在医治 当时也常常听到别人见证神的祝福 可是自己怎么都没有 就是得到祝福的感觉 然后想法开始变得越来越律法 然后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领受圣灵 是否真的有得救 取一个例子 我们教会小组里头 有一位先知性绘画的姐妹 那她依照神给她的感动呢 画花朵送给每一个小组的成员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大家可以看画面上面的画 就是耶稣给我的花 她是梅花跟黑玫瑰 那梅花很好没有什么问题 那黑玫瑰的花语就有好有坏 那当时大家也会开玩笑 可能都是一些无心的话 但就会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听不到神的声音 神是不是看我不好呢 所以我都没有领受到祝福 我记得那时候就觉得很痛苦 很难过 还好后来牧师开导我 然后使我的信念可以回转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不知道 神有多爱我 然后产生了很多谎言 仇敌时常就是见缝插针 用更多的谎言 来偷走我们的喜乐 甚至是祝福 如果大家去相信这个谎言 那就糟了 那鼓励大家 不论是什么样的景况 我们要坚持相信神的爱 持续相信好事会发生 因为信的对活的对 然后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 经历神 那虽然等了很久 但就在我的Keros来的时候 一切就像是加速了一样 现在我也交了女朋友 而且在生活大小事中 可以更多看到神的爱 阿们 阿们 如同大家很熟悉的 约瑟的故事 虽然有苦难 然后约瑟也等了很久 但神是帮助拯救约瑟的 约瑟给张子 取名马拿西 他说神使他忘记痛苦 最后我用经文诗篇103篇 来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跟我一样 愿神用美物使你知足 以致如荫恢复青春活力 并且让大家的心 也能够常常看到神的恩惠 神的爱 阿们 阿们 好 感谢神 谢谢我们弟兄的分享 很感谢神 祂终于知道 原来神真的是爱祂的 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 祂得到的先知性的绘画 好哦 你们看左边是梅花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呢 我们大家 就是当 虽然有一些人跟祂讲一些有的没的 但是其实呢 我们 我们后来有为祂再解一次 这幅画的意义 就是梅花呢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 梅花梅花什么 越冷越开花对不对 好 那祂象征什么 象征神在说 我们这位弟兄 你的品格是很好的 是坚毅不拔的 就是不管你的环境多么的恶劣 你看天气多么的冷 但是呢 还有不管别人对你有多大的打压 你都会坚持到底的 阿们 因为神知道你爱祂 所以你的品格 神在称赞 说 嗯 你是一个愿意为了神 然后坚持到底的天父的宝贝 阿们 那重点就右边咯 右边看到什么 黑玫瑰对不对 好 那黑玫瑰呢 那旁边就有很多的 好像 有人就说什么是迷宫啊 他迷路啊什么的 可是其实呢 神要说什么 神要说的是 你是珍贵的 那你现在是被隐藏起来 而且呢 有一些事情呢 是要把你困住的 但是呢 没有关系 神知道你的内里是多么的珍贵 然后呢 你是正在被雕琢 你正在被建造 阿们 然后呢 神看的是你的内里 你是独一无二 你是珍贵的 阿们 你是贵重的器皿 好 那这边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呢 你在看一些事情 或者有人来跟你讲话 然后呢 你要听 他是安慰 造就 劝勉 还是 他是让你听完以后 你就 开始觉得 哇 原来你是不被爱的 原来你是不被好的 那你就要开始分辨咯 这说话的来源 呃 背后 一个是来自神 神就是安慰 造就 劝勉 你听完以后 你就被建造起来了 阿们 那如果是从魔鬼来的 那话语你听完以后 你就开始 比较容易沮丧 然后觉得神不爱你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 你要开始分辨 然后呢 如果不从神来的 你要拒绝这样的话语 你就不会进入那个 就是被 阿们 那你们大家记得那个 约伯记吗 你看约伯看到什么 约伯看到说 哇 上帝你怎么这样子围困我 你怎么这样子的限制我 可是呢 他也同时看到说 奇怪了 在这个围困的 围困的当中 怎么看到有神的光呢 对不对 其实在即便约伯在觉得很围困的时候 他都看到神的光 阿们 那你们看喔 那魔鬼看到什么 撒旦看到的是 上帝对约伯密不透风的保护 阿们 神的保护是这么的扎实 是密不透风的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 神给你的爱 是这么的真实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好像用脑袋知道 然后我要奉耶稣的名 我要释放那个神的爱 那个超自然进入到你的里面 阿们 你就是不需要经过脑袋 你的心就是知道神是爱你的 阿们 然后你知道你是不被抛弃的 阿们 你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 随时你需要的时候 上帝都在 阿们 阿们 上帝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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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 然后是不要限制神的作为 大概在八年前的时候 我做了一笔非常大的投资 我甚至拿我们家里的房子去贷款 那这个投资呢第一年是非常好的 第二年就出了一些问题 第三年的时候收支就变成富的 而且银行也要开始还本金 所以之后的四年呢 我觉得我是活在一个死因幽谷里头 因为我要不停的工作还款 然后我要到处的去找钱 去补这个银行的贷款 所以我其实我一直处在一个很沮丧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希望 我就是不停的努力的工作的赚钱 然后是去还还贷款 不是我自己在花的 不是我自己在用的 所以我对很多事物是失去了兴趣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做任何的消费 然后我的祷告都是 神啊你给我天外飞来一笔横财 然后去还清我这个几百万的债务 甚至我就会去兑发票啦买乐透啦 就想说神会这样子祝福我 那那时候我在负债的时候 我就挺了我的十一奉献 因为根本不够 然后可是大概在前年的时 去年前年的时候 我就我还是毅然决然的 我觉得我要做十一奉献 就算说我的账面上其实是 入不付出的 就是我要工作我要还贷款 我还要生活费 可是因为我从我之前的经验 我知道神其实祂都是有供应的 祂从来都没有缺乏 甚至我都还是有一些余额 然后所以其实在 因为我开始做了十一奉献 就算我是负债的 可是我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其实我只工作了三个月 可是我的收入 其实大概就是一整年的收入 就是神很神奇的 就是祂祝福的方式 真的非常的奇特 阿们 谢谢主 然后其实今年的时候 就我的父母他帮我 还了350万 就是花还清了我所有的债务 这个是我真的最不想要的方式 因为我们都希望 我一直希望我父母也是以我为荣 可是神真知道我的想法 他竟然有一天 他就是我们在客厅的时候 我爸爸就对我妈妈说 他说我们的女儿很优秀很能干 阿们 那女儿就是我啦 嗯 然后 所以 嗯 然后那时候听到就觉得 主啊你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 这样子 阿们 那 我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不要限制神 祝福我们的方式 因为其实早在去年 神就感动我爸 我爸就感动我妈 说 就是说把这个 这个 三百五十万 因为我是拿房子去带 他说你就把它还了吧 然后 可是我一直拖拖拉拉的 因为我自己非常的排斥 我很抗拒 然后 然后 其实你看这件事情很早就可以完成了 可是我就是我自己的排斥 然后 我当然 受了很多无意义的苦 这样子 而且其实神他 要祝福我们的方式 其实是最好的 阿们 因为 其实他 反转了我对 父亲的爱 就是 我知道原来 我爸爸其实是很疼我的 阿们 阿们 所以 我现在呢 就是 我要给大家一个 祝福的祷告 就是 发生在我身上的神迹 也要同样的发生在 你们每一个人身上 阿们 然后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就是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不要限制神 给我们的祝福 神给我们的祝福 的方式 因为他认识你 他知道 什么是对你是最好的 阿们 然后 而且他的计划 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 财务兴盛 而且是丰盛勇余的 阿们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认明 阿们 祝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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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听到 刚才这位姐妹她分享 其实她一生都希望她爸爸以她为荣 所以她这么努力 她成为一个很优秀的 很优秀的孩子 她不管在工作上 她在每一样事情 她都让她自己成为是那个卓越的 优秀的 为了就是可以让她爸爸 好像以她为荣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她就是替他们家做投资 对不对 导致于后来反而亏损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是 压着她没有办法抬起头来的 她总是觉得她做的不够好 然后很自责很内疚 所以她最不想要的就是她的爸爸替她还钱 她想要靠她自己她非常的努力 但是最后最后 上帝的心意是要她爸爸帮她还掉这笔钱 然后恢复妇女的关系 让她这辈子都知道她是被爱的 她从小就是被爱的 阿们 就是所以其实这位姐妹呢 她曾经分享 她一直以为她爸爸不爱她 直到那个时间点她知道她是被爱的 所以我要奉耶稣的名 我要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不够爱你 有一种可能是你真的没有感受到 然后神要你打开你的心 你不要限制神是怎么样的解决你的问题 你不要限制神是怎么帮助你 你就是接受神要怎么帮助你 你就是接受那个方法 然后最后你会看到什么才是那个最宝贵的祝福 阿们 常常都是人际关系 就是你会知道你是被爱的 这是最上好的祝福 阿们 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耶稣 谢谢主 有这么多真实的见证 然后我们也相信见证会复制见证 阿们 只要你今天听到了你敞开你的心 然后跟天父爸爸说 我也要 我相信神会用各种属于你的祝福 来祝福每一个人 感谢神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分享 我们还有一位弟兄姐妹 她在网络上有分享 她是使用祷告金 然后标靶药物的副作用消失 然后妈妈愿意信主 哈利亚 感谢神 感谢神 然后这位弟兄姐妹她有说 她说因为妈妈她就是有骨髓流 导致圣衰竭面临要洗肾的危机 然后那一天她有来教会拿祷告金 然后呢 也在妈妈在打注射标靶之前 请妈妈一定要拿着 然后心里跟着耶稣来祷告 然后她说感谢神 妈妈都有跟着做 然后那时候护士小姐呢 就有预告说如果打这个标靶的点滴 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全身会发痒 是起痒无比的 然后她说 妈妈有照着做对不对 她说感谢主 她说这次妈妈回来 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 而且之前妈妈原本就有注射标靶 元气就很差了 她说没有想到这一次不但注射标靶 还打了八小时的点滴 元气还很好 哈利路亚 她说真的很替妈妈开心 然后另外她有分享 她说妈妈本来是佛教徒 她后来妈妈有跟着她一起看 香香牧师的晚安宝贝 还有神迹时刻 然后不止如此 她说这一阵子 妈妈就把所有关于佛教的东西 都收到一个箱子 然后跟她说 她想要找一个时间告诉爸爸 她想要受洗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然后这位弟兄姐妹她有说 她说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一起祷告 柔软她爸爸的心 然后也希望妈妈能够在这一次过程当中 可以领受到耶稣完全的医治 感谢主我们也会持续祷告 然后接下来我相信就是 现在你在线上很多人听见的 这个见证 我相信今天见证也是要复制见证 阿们 你要特别来为线上很多人 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病痛过程 也许你有癌症 你检查出来有肿瘤 然后你要做标靶性的治疗 你很担心副作用 或者是你可能长期就是使用很多慢性病的药物 然后你的身体一直处于很虚弱的状态 我今天神祂要全然全然的给你力量跟恢复你 阿们 然后另外就是我相信很多另外就是你照顾的家人 你很希望你的家人你爱的人 能够认识这一位天父爸爸良善的神 我们要来一起为刚刚以上的人 我们来做祝福祷告 亲爱的耶稣孩子感谢你 主谢谢你 也许你现在正在病痛中 你经历很多的危难 但我们今天要拿起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 我们要来释放医治 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我们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阿们 不论你现在经历你生命中身体上面有多大的痛苦 但因着耶稣的鞭伤 现在你就是进入完全的医治 我们现在要命令所有你身上 不论你是有肿瘤的 或者是你要再做标靶性的样物 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 所以有一切的疾病癌症 肿瘤副作用 必不临到你的身上 因为你是属神的孩子 今天神的国临到你的身上 圣灵要彰显在你的身上来做作为 要带下生命 带下力量 因为耶稣如何你在世上也必如何 这是耶稣在两千多年前 在十加上面 就为你的身体翻转而发生的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你来释放你的生命 在每一个病痛当中的人 我们也相信 因为神你的医治是完完全全的 不是只是一般的进步 而是越来越好 而且到完全更新 谢谢耶稣 孩子感谢你 同样我们也来为 献上也许你生命中 你有很在乎的家人 你爱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我们相信 神会因着你 将耶稣的话语 带到你身边 每一个你爱的人 我们现在来为你家中的祝福祷告 就像刚刚那位见证妈妈 相信主 愿意接受主 因为他被耶稣所触摸了 阿们 今天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耶稣 基督耶稣是你的一家之主 阿们 我们相信 因为神的祝福 你一人信主 全家都必得救 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的一家 遮盖你所爱的每一个人 因着你的话语 因着耶稣在你的里面 你身旁的每一个你爱的人 看见你就像看见耶稣 而因着你 谢谢耶稣 触摸他们的心 让他们真实在这个地上感受到 原来真正来自于天父耶稣的平安 是这么这么的真实 在他的身上发生 谢谢耶稣 主孩子感谢你 我们放手 然后把我们爱的人交给你 因为没有什么比你亲自做 都还要更好的 阿们 谢谢耶稣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Aan 感謝主 阿接下来呢 我要来 分享一个 头暗头痛的抑制的一个见证 那这个见证 它其实是 它突然间 它感觉到一个 向下的一个压力 然后感觉到 怎么好像那个天花板开始转了起来 然后他本来想说 可能这个一下子就好了 结果没有想到呢 在一个小时内 他就这样晕眩了三次 他的那个天花板整个就是转起来的 天旋地转的 所以呢 他就想说 哇太可怕了 所以他赶快就搭了计程车 要去那个医院挂急诊 然后呢 好不容易呢 在医师的治疗之下呢 就是医师打了止晕止吐这些的药剂之后 他整个就平稳下来了 但是呢 他心里面他非常的担心 他想说 我是不是身体发生了什么状况 然后所以呢 他回家之后 医院医生也建议他说 你可能有其他方面的疾病 导致你的晕眩跟头痛 可能是 可能是 心血管疾病 或者可能是耳食不平衡 或者是 或是内分泌疾病 或者是你的神经方面失调等等的 然后这些 这些想法呢 就给他很大的压力 所以呢 他就想说 好我必须要 开始他的求诊的一个过程 但就在这个之前呢 神就提醒他说 你不是刚拿到祷告金吗 你可以拿你的祷告金来使用 所以呢 他就把祷告金按在自己的身上 宣告说 因耶稣的鞭伤 我已经得医治了 阿们 而且耶稣的宝血 完全洗净 完全遮盖我 阿们 没有任何仇敌可以攻击我 阿们 就这样子 他这样子宣告之后 奇迹似的 他的 他在 后续还观察自己状况说 他的晕眩 没有再发生 完全没有再发生 哈雷亚 感谢主 就是神 真的是很好 就是在你 为疾病感到恐惧的时候 神就会 介入来提醒你 使用祷告金 然后来支持你 来鼓励你 阿们 真的是 感谢耶稣的那个 超自然的神迹医治 然后所以今天呢 我在这边也要为 就是所有的 可能你是 也许你是长期的头痛 或是你 你一直没有办法摆脱 你晕眩的状况 他时不时 就要来干扰你 或者是你心中 有担忧说 我是 我是哪一个 我身体上 是哪一个系统 开始发现 发生问题了吗 那个疾病的恐惧 开始向你袭来的人 今天我们要 为这些人来做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耶稣的边伤 大过一切的疾病 阿们 然后我们每一个 神的儿女 我们拥有耶稣 基督边伤的人 阿们 我们是拥有属天的健康的 阿们 没有任何疾病可以靠近我们 阿们 我们永不受害 阿们 然后我们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那些工作 我们抵挡仇敌 想要我们生病的那样的攻击跟恐惧 我们完全的抵挡 阿们 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 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 遮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阿们 阿们 我们不受那攻击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属天的健康是我们的产业 阿们 我们站立在我们的产业上 阿们 我们知道说 因着耶稣基督的边伤 我的身体就是从头到脚完全健康的 不管暂时出现了什么症状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权柄 命令症状 立刻完全的离开 阿们 不得干扰我们 阿们 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命 是跟耶稣对齐的 是耶稣如何 我们也如何 阿们 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 是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规则的 我们是一个属天的 我们是属天属神的儿女 我们身体是完全健康的 阿们 感谢主 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那个头痛或是头晕 不管是长期或是呕发的 都要完全的连根拔起离开 阿们 因为耶稣基督 祂已经为我们头戴荆棘冠冠 祂已经为我们 就是那个荆棘冠冠 在刺入祂的头皮 这样深深的流下那个宝血 祂已经替我们承担一切的苦痛 然后那个症状要立刻完全的离开 阿们 然后疾病的恐惧也要完全的离开 阿们 谢谢主 谢谢主 祢是 就是为我们摆上祢自己 好让我们不用再受那病痛 阿们 我们纪念祢 我们定睛祢 我们知道没有任何问题大过祢 谢谢主 然后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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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亲爱的耶稣主 孩子感谢你 谢谢神 谢谢主 谢谢主 然后如果你现在在线上的话 其实你有很多的带导师像 你都不用担心 就是在这段时间 圣灵会在你的身体 生命 心灵当中 亲自的做工 是耶稣的边上 你得医治 只要你接受 你相信 你就会进入完全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 有一位弟兄姐妹的见证 然后因为正好 我们这一阵子在线上 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 就是可能自己家人 会有失眠 睡不好 然后心情很有压力的状态 然后这位见证 他有说很感谢 谢谢大家一起为他和妈妈祷告 他说因为妈妈 他的身体有病痛的状况 但是妈妈非常喜欢 我们恩宠教会的影片 然后他说妈妈 他有长期失眠的困扰 他说很神奇的是 但昨晚我放给妈妈 香香牧师的晚安宝贝 给他听 然后妈妈听着听着 就睡着了 感谢神 感谢主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 就是可以让我们进入 全然的自由 你可以带我们进入 全然的平静安稳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为 线上刚刚有讲到的 也许你可能长期经历 失眠的痛苦 然后或者是有的人 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 你会常常时常做噩梦 然后会惊醒 或者是有的人会觉得 有被搅扰的状况 然后如果以上 今天耶稣要来恢复 医治跟进你 谢谢耶稣 因为神要你知道 你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 阿们 是在全能者的印象 阿们 还记得刚刚开场的时候 我们香香牧师 有给大家看到 我们先知性的绘画吗 你今天神就要让你 就像那个宝贝一样 你在怀里 是耶稣的怀里 然后那个宝贝 他是很安稳 很安心 很舒服 得在耶稣的怀里 阿们 今天神要用这个画面 来兼顾你的心 在你每晚每晚 闭上眼睛 要入睡之前 神要让你再次 看见这个画面 阿们 因为你是在耶稣的怀中 你是在至高者隐秘处 你在全能者的印象 谢谢耶稣 我们要来封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主孩子感谢你 不论就是有任何 可能搅扰你 让你心担忧的 所有一切的黑暗势力 或者是很多的担忧 很多的恐惧 现在要从你的生命当中 滚 离开 谢谢耶稣 耶稣 你的平安彰显 大发的浇灌 神说孩子 你是耶和华所亲爱的 你必在耶稣的怀中 黯然入睡 阿们 谢谢耶稣 谢谢主 谢谢耶稣 你来全心翻转 每一个人 不论在身体上面 还是在心灵上面 你来将那个平安搅拐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每一个人 舍弃他最爱最爱的儿子 谢谢主 然后呢 我这边要鼓励大家 就是欢迎 非常欢迎大家 就是在我们说明栏部分 我们也有我们 就是神机时刻的脸书社团 那欢迎大家 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 就是我们很欢迎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的代导事项 我们非常乐意的来为你祷告 然后更期待你 你突破你的医治 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 然后让我们能够 在神机时刻的时段 把这个见证分享出来 让见证复制见证 阿们 然后让更多的人 来亲自被神触摸 来体会到那 那超自然医治的大能 阿们 谢谢主 然后也鼓励你就是 能够在神机时刻频道 就是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是让神机时刻 更多更多的陪伴你 陪伴你走过这个 可能疾病辛苦的过程 你要走出来 你要突破 你要得医治 然后让就是 神透过神机时刻 不断的鼓励你 不断的陪伴你 好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再次感谢大家参与 今天的神机时刻 好 那你的留言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而且我们有一个团队 就是都会为你祷告 所以你不要担心 然后呢 即便 即便我们在台上 没有讲到你的病症 你都不要担心 因为你的留言 不仅我们看到 其实天父爸爸已经看到了 然后呢 圣灵也一直在为你祷告 阿们 那奉耶稣的名呢 不管你有什么疾病 你有什么痛苦 不管你是晕眩而明 你是或者是癌症 甚至是阿兹海默症 不明原因的发烧 或者是确诊后遗症 疫苗副作用 躁郁症 恐慌症 你要知道神要医治你 阿们 那上帝呢 不只要医治你 上帝还要让你知道 你是被爱的 这是今天祂要给你的神机 就是你打从心里 知道你是被爱的 那不是在脑袋里知道 是你打从心里 无论任何人跟你说 你是不被爱的 但你就是知道你是被爱的 阿们 然后呢 上帝要你与他和好 当你与上帝和好的时候 你的身体也会与天父和好 你的整个健康状况 你都会进入一个很大的平安 然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会和好 你跟你的孩子会和好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也会和好 甚至你很讨厌的同事也会和好 阿们 然后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 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从头到脚 你从里到外 身心灵灵魂体 每一个部分你已经得医治了 阿们 然后呢 不管你是现在得医治 或是之后得医治 你要知道荣耀单单是归给神 阿们 不是祷告经医治你 不是圣餐医治你 是耶稣 丹丹是耶稣医治你 也不是你的牧师 不是什么任何人 你就是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你以后有任何的问题 你就呼喊耶稣 你要知道耶稣一定会医治你 阿们 那天父爸爸最希望就是 你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 阿们 然后你可以跟爱你的耶稣 建立个人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来跟我们的神恢复关系 好 那么来祷告哦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打开我的心 我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住在我的里面 邀请你住在我的里面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请你赦免我的罪 请你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的不义 洗净我的不义 使我成为义人 使我成为义人 有义人的祝福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 那如果你刚才已经做了这个祷告 那神要告诉你 就是你已经成为天父爸爸的孩子了 然后呢 你可以承受产业 你会开始住到天父的家 你就住在那个祝福 住在昌圣 住在蒙福的里面 阿们 那感谢神 今天呢 神也要告诉你 如果呢 你还没有所属的教会 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 但是你需要有弟兄姐妹 陪伴你一起走这个 神国的道路 那你欢迎你加入我们那个神迹时刻的云端小组 那我们里面呢 有牧者可以为你祷告 然后也会给你每一天的灵粮 那就欢迎你咯 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 感谢神 然后上帝祝福你 每一天 每一天都保得上帝的慈爱跟恩典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